各种不同造型的货柜屋 充满耶诞节气氛 就盖在新一区精华地段 从日式料理到烧肉堡 还有啤酒屋 创意卫生纸店 将近30个店家 砸百万打造货柜 现在都聚集在原本的 中性总部空地 变成一国料理市集 为期半年 要把空地充分利用 我想经济效益 当然是比最简单的停车厂来的高 但是所要花的精神 精力跟金钱 潜质投资 当然也是会比较高 未来中性旧总部 将变成饭店商场大楼 如今等待审查过关期间 掀盖市集吸人潮 建商养地的还不只有这桩 练湖有片空地 放两个大货柜屋 改装成餐厅 外头还有民众拍对牌照 俨然成为一个景点 建商在囤地 只是说 他可能现在没有办法赚得更多 还有多的开发计划 所以就暂时把它弄成货柜 我感觉他们养地 然后之后会变成建商要盖房子 过去建商养地 把空地改建成停车厂 比较好管理 如今进阶到货柜屋变餐厅 甚至还打造成市集 除了好拆除之外 等待审查时能创造额外收益 也呈房市另类现象 三星网王陈伟 邱子凌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